从这里开始呢 应该算是玩这个游戏 最难熬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一周末 你什么都没有 作为新手你也什么都不懂 而且资源又特别少 应该算是这个游戏当中 最恶劣的一个情况了 本身你什么都不懂 但是呢前期难度又比较高 搞得你这个学习的成本特别高 学不了两下就得死 学不了两下就得死 不过呢能玩到二周末的话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这里有呢我们是这样 我们来分享一下 个人的一些这个玩双刀方面的一些经验技巧 可以看到我在50级的情况下 基本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到了这个双刀上 双刀上要学下来我这套这个需要的基本技能呢 这个不算奥义和一些带有一些buff效果的技能以外呢 整个技能点需要33点 首先要学会的是这个下中上段的这个抽身闪避带残星效果 这些一定要学 然后同时他也必须要学会在这个完美残星的时候增加的一些buff效果 这个点是我点错技能了 这个我没有学这个打刀 但是有一次点技能不小心点错了 但是没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技能数它分四层 但是在第一层里面 只要是关于残星方面的技能 它都是通用的 就是说所有武器通用的 在任何武器下都会生效 还有就是这个流转 流转二 这几个技能呢 都是在任何武器下都是会生效的 还有就是这个近身刺激 在这个敌人的精力没有的情况下 使用三角剑攻击 来这个达到一个处决的一个效果 但是造成了一个比较高的伤害 我们使用的这个武器是双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何武器 在左上角这个精力都会有消耗 但是消耗完之后会有一个红条的一个区域 在这个红条恢复期间呢 就可以这个按下R1 就可以快速的恢复这段生命值 并且如果你点出技能之后 在这个按R1的同时切换架势的话 还会额外的恢复生命值 至于这个红色区域的这个 这个不是生命值啊 精力值不是生命值 精力值 我们可以看这个基本的 有架势上中段 还有下段啊 上段以这个攻击为主 但是破绽较大 攻击间隔较长 中段呢是以这个防御见长啊 但是呢这个 防御方面的东西需要点出技能啊 而还有就是下段 下段的攻击速度最快 但是攻击力最弱 不过呢这个破绽也要较小 随时可以抽身闪避 然后呢就是这个残星啊 攻击后为蓝色的光芒 朝身体聚集期间 按下R1可以恢复精力 我估计在以前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残星的恢复都是都没有提示啊 现在呢他有这个左上角有一个红条这个提示啊 并且在你进行这个精力完全恢复的这个完美残星的状态下呢 可以拔除尝试 这个尝试的这个效果呢 是这个妖魔放出来一片区域 在那片区域当中你的精力恢复速度会被阻碍 并且他的精力可以快速的恢复 驱除那个效果就是在那当中进行完美的残星啊 然后我们来讲讲这个双刀 双刀这个十字斩啊 初级的就可以点出的这个十字斩 然后还有个十字斩2啊 是缩短这个十字斩的蓄力时间啊 我们看就是在按住R1的时候 在同时按住圆圈啊 就可以蓄力出这一招啊 但是呢这个招式大家在用的时候呢 会出现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哎 你刚正在进行拔刀 然后就直接给被中断了 是因为你在这个游戏设计的手感的时候 是你在这个收刀的时候 一旦推摇杆可以取消这个动作 而这个因为你取消了这个收刀的这个动作呢 导致你的这个居合啊 这个十字斩直接就被取消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在推着摇杆的时候蓄力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就是说你要出居合 十字斩的时候 要么就一直推着摇杆不要松 要么就这个不要碰摇杆直接蓄啊 而且我们看这个在收刀的过程中是可以跑动的 所以呢就导致出有这样的一个用法 哎 看 跑动的时候哎 回升一个十字斩啊 在不锁定的时候回升一个十字斩啊 这个呢 在对付成群的敌人啊 在追击你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向前跑 然后边跑边蓄力 然后回升一个十字斩啊 这样一下穿过去几个人 并且可以打出一个较大的硬直 也算是一个高输出 并且比较安全的方式 但是呢 要练啊 要熟练 要熟练啊 这个平时要多练点 这个手感呢 要把握 因为你在这个推摇杆的时候 要保持一动转圈过来 不能不能反向推摇杆啊 不能让摇杆有这个不推的这个状态 一定要保持推满的时候啊 然后呢 就是连续聚合啊 在聚合放出的时候 这个残星状态下 继续续继续再次放出这个聚合的话 会使这个聚合的这个收刀速度变快 然后呢 就导致你这个聚合可以变得更快速啊 甚至你可以用这个 不将这个聚合续满 快速放出 可以达到一个连续聚合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有一个比较高端的用法呢 就是说来回反复的一个聚合啊 比如说我们已经将一个目标 打到倒地的状态 然后呢 因为你如果是锁定的目标的话 对他进行连续聚合的话 他可能就是这个打着打着 因为聚合只能向前 并且转向的这个速度有限 但是呢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放出聚合以后 在这个精力还在恢复的时候 反向推摇杆转身的同时 转身完结束了以后 再立马再进行残星拔刀 残星十字斩 这样的话就可以对着一个目标反复 这个呢 应该我知道现在也没有练熟 在实战中能够 这个没有练到 在实战中能够不失误 用出来 因为一旦要是用失误的话 这个破绽还是比较大的 只是说有 可以有这样一个用法 再有呢 就是这个双刀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分神技能 我们看 在这个出平A之后呢 进行三角攻击 可以有一个踢击 再进一步升级之后呢 会有个踢击 还有个双刀的一个劈砍 这种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可以打掉敌人相当多的精力 并且有一定的击退效果 再还有一个更进阶的 叫做这个分神三 分神三是在分神二的基础上 如果在恰当的时机 按下三角的话 就可以打出分神三 分神三的威力巨大 可以打掉敌人的 非常多的精力值 而且是这个忽视敌人的防御 直接打出攻击 并且可以有击退的效果 可以打出非常长的硬直 在分神之后 看准时机按下 就是说分神二 就可以进阶成分神三 就不是在该按分神二的时机的时候 按下正确时机的三角 但是这个呢 时机很难这个描述 只能说是多练 多尝试 然后按出分神三 如果你这个 我是我也不知道 刚开始是怎么用出来的 然后用出来以后 掌握这个节奏 然后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 都能练出来 这个是要练 要练 接出分神之后 可以把敌人打出一个 完美的一个聚合的距离 这个十字斩的距离 正好接一个十字斩 距离正好 它的这个离你的距离远 可以把它打到这个 命中十字斩的距离 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硬直 正好够你虚构一个十字斩 然后呢 我们在下一个介绍 这个双刀的这个上段 有一个技能 上段的输出高 但是呢 这个破展比较大 我们需要 但是破展比较大呢 这个输出频率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更爽的 就是这个水行剑 这个技能 这是一个战装输出 非常好用的技能 我们可以 这个图中就可以看到 但是呢 这个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打人的时候 打一打 敌人就会被击退 击退的话 就会 敌人就退出了 这个被你这个水行剑 打中的这个范围 所以说这招最好是 能将敌人逼入角落的时候 使用 如果你看 消耗大量的精力值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要是能使用残星的话 能恢复一半 最好是敌人在角落 或者说是这个敌人 不会被击退的那种 在使用这招 效果就会很好 然后使用残星 恢复掉一半的精力值 这个常用的一个用法是这样 我们看我们这个双刀 使用下段攻击 可以将敌人打退很多 一套打出来 可以把敌人打到 一般都能逼到某一个角落里 可以打出非常远的距离 然后如果能逼到角落 再给他接一套这个水晶剑 我们可以看一下打多远 差不多应该看这个距离 从这里开始 差不多 然后再接一个十字斩 一般就可以逼到角落里了 可以把人顶出相当远的距离 但是呢 注意一下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双刀下段的 这个攻击力不高 主要是逼退敌人的一个效果 可以把他逼到角落里 然后啊啊啊啊啊 水晶剑 水晶剑如果还没打死 就利用这个恢复这个精力 再给他补一个居合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就算一个十字斩不死的话 你可以连续十字斩 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双刀 有个野风的这个效果 很多人都爱用这招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 很鹰霸的一个技能 一招先啊 这个很好学 学会了以后就无脑放就好了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但是呢 我的这个习惯套路 用这种打的手感会比较好 但是需要练 但是需要练 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但是要练 能练会的事情 我觉得都不算难事 就怕那种需要你这个 极高的什么反应啊 这种有门卡的这种东西啊 那种是难的东西 很做不到 支撑是做不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这个零食 可以向我们左上角的 这个大招能量啊 蓄积满 在蓄积满之后呢 可以你的这个武器 会被强制中断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中断 有一个技能就会很好用 就是这招 刚才这个已经给看过了 这招乱斩啊 同样也是将敌人 如果能逼退到角落里 这样打的话 也是很爽的 但是呢 他因为是一直保持冲刺 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 可能不一定会好用啊 大招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 我现在用的这个大招呢 是这个 天眼孔雀 之前信长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多属性的这个 零兽 怎么用呢 后面具体的时候 才会说到啊 这集呢 我们主要就是实战的一些 常用到的一些技巧的教学 往后可能不会讲这么多 但是呢 不同的敌人呢 需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 到时候也会在 到时候再说啊 然后是下段 这里有一个这个 心眼啊 这招非常好用 这招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这招是补无敌真的 就是说 你本身已经躲开敌人的招式了 但是有的时候 敌人的这一下攻击呢 这个攻击的判定针很长 但是呢 你已经在下段进行了 已经闪过了一个无敌针 一个攻击判定针了 但是呢 依然是处于这个 被敌人攻击的 这个判定针的状态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给你补上这个无敌 我们看 它就有一个抽身闪避的东西 这个是自动发动的 就是说你只要闪避成功了 如果还处于一个比较危险 会受到攻击的状态的话 它自动会给你补无敌针 如果你有点出心眼2的话 在这个状态下 如果发动了心眼啊 而且还会给你增加 给你上一个增加攻击力的buff 然后我们还要注意的话 就是上中段的这个闪避动作啊 这个在不拔刀的时候 闪避动作是跟中段一样的 在下段的时候闪避呢 我们看是连续的这个垫步 连续的跨步啊 但是呢 如果说是在中段呢 它是垫步一下 然后一个翻滚啊 垫步一下一个翻滚 在上段呢 就是直接都是翻滚啊 会然就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个滚动有用 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说是被上了 这个火焰燃烧的这个buff 身上处于燃烧状态的话 你翻滚是可以这个 减少那个buff的时长的 就像翻滚灭火一样 跟怪物猎人一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所配的这个武器 比如说这个不动国行 耀岩腾死狼 这个武器呢 是固定自带火属性 然后呢 我给它重铸了几个 其他的属性 总之就是增加这个伤害 增加精力 降低精力消耗 但是还有一个是这个 下段招式攻击 吸取体力 这个呢 是会根据你造成的伤害来回血 然后呢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这个装备的这个套装 赤轨套装 身上五件套 加一个长枪 这个呢 精力套装有一个 最高全套的一个效果 是精力恢复速度增加28% 这样精力多的话 你这个 你就可以对敌人进行猛攻 不会打着打着 这个体力就没有了 因为本身是一种 双刀是一种 快节奏的一个打法 精力消耗的话 还是很大的 枪炮这些的就不用说了 是通关后给的这个枪炮 可以在射偏的时候 回收子弹 然后呢 这个装备上的 其他的这个就无所谓 但是我又配了一些 比如说这个精力耗尽时 恢复时间缩短 就是说你在气喘 时需的时候 那个时间缩短 不至于这个 有这个较大的破绽 以防万一救命技能 然后还有一个是阵营的buff 就是说在打到第三章嘛 第四章的时候会解锁 就是你可以选择阵营 这个阵营呢 我选择的是本多终胜的这个阵营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你看啊 我先被他打一下 看一下第一下受到的伤害 大概是个200多 230 但是第二下就变成了470 差不多差了一倍啊 这个是个什么效果呢 是这样 我们看我们如果说 在对他进行攻击的话 我们看可以稍微 恢复一点生命值 这个是个什么效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状态 我选择的是本多终胜的这个阵营 本多加啊 本多加啊 我看这应该是状态里面 啊 天眼孔雀 这个等会看啊 这个所属本多啊 加文匹佑 承受的伤害减半 在无伤状态下 就满血的时候 承受的第一下伤害会减半 然后5G伤害加7% 主要是承受的伤害减半 防秒的啊 然后呢 这个天眼孔雀是这个 会有一个 是吸收的精华 和你摆的架势来进行强化啊 他这里也有详细说了 上中下端啊 然后还有一个赋予属性的持续时间延长 就是说你武器 如果上了一个属性buff的时候呢 这个持续时间会增长 再有就是这个属性攻击伤害 这个呢就配合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双刀啊 火属性的就很好用 但是呢 同时我们看到我们是点了阴阳术 装备了一个雷属性的符 这个怎么用呢 后面等会给你们看 先看要不要把血先喝满 先把血喝满 然后这里呢会有这个 这个先不管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鬼 他的精力很高啊 有的时候你可能使用这个 分神都不一定能 击掉他很多的这个伤害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先用我们的武器 打他附上一个火属性 然后呢 再擦一个雷指 砍几刀之后 他又附上了雷属性以后呢 双重属性在身上的时候 他就会进入这一个混沌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 我们可以看到 直接精力条就空了 并且呢 在这种状态下 他的这个受到的伤害会加倍 或许可能还有 反正看起来像是能力值全面降低 相当于把他的这个精力条打崩 这是一个 在这个高难度下 这个敌人血很厚的情况下的一个用法 配属性 如果说是给他叠了两层属性 他还不死 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这个大招 召唤兽 然后再打 也是一个办法 然后呢 这个过程中 我们这些小怪 我们就不轻了 我们主要先跑路 跑到下一个点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 这让路一路畅通 不会被抓 我们看这个获取精华的时候 左上角的能量槽会稍微长一点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小心这个右边有埋伏 下去了还行 可以空中下落这种刺激 但是这个呢 很刺激 这个有的时候 敌人是会在地面 这个预判攻击你 然后你会被打孰空 然后是一个很大的破绽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猛 但是人多的时候 还是不要热 人多还是很难打 我们来用这个妖鬼来演示一下 就是说这个双重属性 我们先用这个双刀 给它打上个火属性 然后呢 这个我们知道在有的时候 不是有的时候 就是你使用守护灵的时候 守护灵本身就是一种 带有一种元素属性 但是呢 这个有的时候和你自己用的虫了以后 我们用这个天眼孔雀 就有个好处 我们先把这个大招续满 然后放大招的时候 我们看它本身是火属性的 但是我们这个刀本身也带火属性 怎么办 按下这个圆圈和三角 再次按下圆圈和三角 然后就可以变换属性 这是只有天眼孔雀可以的 其他武器的话 一般是一个灵兽的技能 用什么灵兽 并不说就我这个就一定好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总之呢就是说 可以这个 召唤开大的时候 灵兽的这样也是一个技能 可以这样用 然后在处于大招的状态 你在使用零食的话 看可以把 可以恢复大招能量 让你这个大招持续的时间更长 同样在这个 大招没蓄满的时候 使用零食可以蓄积大招能量 这个使用零食 恢复的大招能量非常多 所以也有了 之前有一种一线 目前已经被修复 削弱的一个打法 就是阴阳树里面有一个服 在使用之后呢 你每一下攻击都会恢复 这个都会这个掉这个精华 也就是说 因为你每次攻击都在掉精华 你的这个大招的能量 也就一直在保持着 你就可以浪了 你不停 只要不停地砍人 你就会不停地保持着这个状态 这个火焰的伤害是很高的 212212 一直在这样烧 他就烧死了 火焰队有些敌人的这个伤害高 有些敌人伤害低 这个看要看情况 并不是所有的敌人 都是特别吃火属性的 如果说是不同的情况下 他还适当的变化武器 像我 我就是除了这个火属性以外 还配了个雷属性 不过基本上这样就够了 火属性的效果是 这个让敌人燃烧的时候 持续伤血 这个比毒还好用 雷属性呢 是敌人在中了这个雷的状态的时候 会处于一个麻痹 这个麻痹呢 会减慢敌人的行动速度 有点类似于阴阳树里面的 这个持缓服 然后剩下的还有这个水属性 土属性和风属性 水属性是这个降低 这个攻击力 土属性是增加敌人的精力的消耗量 风属性是增加敌人的 这个在防御时的精力消耗量 这个形容下来 在实战当中的话 就感觉这三个属性 可能就不是特别有用 可能也就水属性相对要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 因为有的敌人 他就 他就偏偏就抗火属性 就抗雷属性 那你有的时候不得不 如果你要给他上混沌的效果的话 就不得不用这个 其他属性了 双刀呢 因为攻击频率高 就是要用这个属性的 当然你这个是 二周目 敌人血量特别厚的时候 你才需要用到属性 一周目的时候 这个平A的这些 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些招式呢 基本的也都够用 打一套基本上都死了 接下来我们就往前推涂就好 然后我们一直打到这个boss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 大家自己玩的时候也会注意到 就是说打啥的这个妖鬼 直接经济就空了 是因为把他的一只脚直接打掉的话 他就直接会变成精力变空的这个状态 一般使用上段的p砍的话 都可以把他的这个脚直接砍掉 大部分武器都可以这样 但是呢反过来说 这个机会也只有一次 像这里这有一个 射手的这个方式 你要瞄准的时候 又要跟他对枪 有的时候你打他一下 又会被他打中 就比较烦 像这种穿的盔甲的地方 一般相对算是人形精英吧 他的这个招式呢 就很会这个应对 主要烦的是因为他会防御 所以经常会给他保持在一个 僵持不下的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说是在人多的情况下 又老他老在防御打不死他 就比较烦 有的时候一队多的时候 他就属于一个 要需要最后解决的敌人 我们看 将敌人精力 用封神打空之后 就可以这样 第一个打空之后 紧接一个十字斩 第一下把他打趴 打趴下有个伤害 然后第二下打趴下的时候 再给他一个十字斩 他还趴着 然后上去被刺一下 被刺一下的这个 他在起身前 再可以接个十字斩 这一套伤害就很高了 三个十字斩 加一个这个 追击 伤害非常高 给他点了个火 然后他自己一会就烧死了 这里要在这边先走之前 先把这两边的这个人干掉 这还绕过来 这个游戏好处就是 你在这个奔跑的时候 在边缘 边缘出招 你是不会滑落的 这还算是有点人性 这个设计 除非你自己往前跳 或者往前走 才会掉下去 你自己出招的那种 是不会滑落的 因为这个出招 像往前踏步的这种情况 特别多 打了打了自己掉下去 这个真的是很恶心 但是还好他没有这样做 这里前面有个鬼 可以从这边绕路来降低难度 刚才那边有一个烟雾 烟雾当中的这个鬼呢 把它虽然说是 它虽然比较难打 但是一旦打过的话 你即使死过 从这个毒盘点再来的话 它也不会再次出现 就跟开过的门一样 这一路畅通 这个地方会比较难 我们先在这里开个镜 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地形比较恶心 而且它是拿大斧的 我们因为还好有这个 叫这个本多家的这个buff 受到低一下伤害会减少一半 所以就导致我们不容易被秒 容错率会提升很多 这样的话也不用刻意加血 这其实间接程度上 就表示你的这个血量 也算是提升了相当多 我们看给它上了个双属性 它也进入这个混沌的这个状态了 防御率会降低 受到伤害会变多 因为我们这个装备的是 这个天眼孔雀 武器而且是这个 二周末后升满级的天眼孔雀 我们现在的这个 给武器上附魔之后的持续时间 会增加60% 所以我们现在打了很久 这个雷指的效果还在 不一定就是非得要用天眼孔雀 什么都好 看自己的需求 这里有一个进路 把这个孔子踢下去 可以把下面的火熄灭 然后就可以绕一条 要近的地方 先把上面的这个弓箭手点掉 它是弓箭手还是火枪手 哎呀 这里有两个人 这个这个敌人 它是虽然说是妖鬼 而且精力是满的时候 但是依然是会被普通攻击所击退 所以特别适合用这个水行剑打它 而且他打他的时候 他不切的他他不会 他不会往后退 就可以一直连死 我认识方向啊 这边要爬上那边的梯子 在那边 我们从这边爬上去 这边下去敌人会特别多啊 已经快到终点了 然后敌人特别多 如果你要跟他们纠缠的话 因为一队多就特别容易落命 然后你这条路又白跑 还就比较恶心 所以可以跑过来直接先开进路 然后你再慢慢清都可以 第一关真的不要去想着去把怪清 赶紧过关就好 赶紧开进路过关 新手玩第一张序章的时候 我千万不要纠结第一关 你也刷不了什么东西 东西存不住 精华就随便都喂了 喂给零售 好 我们现在去打boss 打boss呢 是在二周末 或者说是这个焚魔时刻里面 敌人确实是血量很高 你可以有很多种办法 来提升自己的攻击力 包括我现在用的这种 这个是 才发现 然后它还有一个混沌的效果 跟人家联机的时候 我们双属性打出混沌的这个效果 这个大鬼难打其实主要是在一阶段二阶段还好啊 我们还是这个如果你是呃第一次打的话就是尽量给自己加上一阶段的效果 加点点出分神 然后经常击打把它的精力吸空会好打很多 但是呢 他这个叫什么呃这个 铁球比较烦啊 但是呢闪避有一个技巧就是他 他他你甩铁球的时候如果抓不好闪避时机你可以先左闪再右闪 给自己擦雷指的时候给给被打了一下 哎呦用错道具了 我应该喝口血啊 先左闪再右闪 哎刚这个雷属性中了 然后现在再给他打出雷属性 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进入混沌的状态 混沌的状态下在这个buff消失之前他都不会放这个尝试来恢复精力 只有这个混沌状态下完全解除之后啊 他才会这个放这个尝试来恢复精力 我们看只要这个这个混沌状态解除他立马就能什么了 这种时候呢我们雷属性的刀还在啊 一旦雷属性消失立马开大啊 给他放一个新的属性 但是他这个生命值已经撑不住了 如果他还有命啊 如果他还有命 我们就这个开大啊 因为前面的那个雷属性已经给他打出来了 然后开大再给他放另外一种属性 或者不开大 因为你已经是火属性 但是因为自带的火属性的这个属性时长 还是这个属性的这个威力还是有限的 没有擦纸的高 所以开大打出另外一项属性 然后他又变成了混沌 然后你就开着大啊 不停打出硬直 狂输出啊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谁是你? A foreigner? Your skill against Oni is impressive As is your skill with English My name is Hanzo Hattori And you are? Call me William I'm here in pursuit of someone An enemy perhaps? Hunting a person down In a strange land will not be easy If you lend me your strength in fighting Oni I will help you in return Well then Done is breaking Come But Now I will be there Tone is not so great Birken Hi She Hast 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